明天開始 謝教授剛剛講了這個鏡頭 觀眾朋友你很關心 iPhone 13會長什麼樣嗎 其實最近呢 我們看到呢 在這網路上有非常多流出的訊息 當然呢 真實還是要等發表會的這一天 但是您可以來關注 其實目前的鏡頭 有兩三種不同的版本 這個版本是 其實iPhone 12是在左邊 這個鏡頭可能會是所謂的全廣角 所以其實在鏡頭的這個要求 跟零組件的這個部分的需求 應該是相對看多的 那另外呢除了鏡頭之外 也有一些顏色的分佈 所以飢渴廠也許有一些機會 看到呢這個不同的顏色包含了寶寶藍 還有什麼粉啊還有這個大地綠等等 那當然這個網路上訊息很多 這是僅供大家參考 那不過的確我們來看到 一些比較確切大家市場上的訊息 就在關注了什麼時候會發表呢 其實呢在這個iPhone 13 可能要現身的時間點 大家都抓的是iPhone 過去在蘋果的秋季發表會都有新機 所以目前的時間點呢 應該是美國時間9月14 在台灣時間可能是9月15號 那大家值得關注的是呢 它有哪一些變化 可能呢瀏海變小 觀眾朋友你到有一個iPhone 過去這邊都會有一個瀏海的樣子 它這個瀏海會變小 那另外呢就是顏色部分 它可能會有一些新色給大家來選擇 那我們剛剛講的鏡頭之外 因為過去呢疫情的影響 讓大家呢開機非常的麻煩 過去其實都要用這個Face ID 可是因為口罩的關係 它可能不能變適 所以大家也在想說 Touch ID 是不是這次iPhone 13會正式的回歸 那這一次呢 大家也很關注的是 有哪幾款機型呢 值得大家來關注 其實目前大家在命名上 雖然過去有一些討論說 會不會叫iPhone 13 但目前應該是相對確定 因為他們已經跟歐洲來申請認證了 所以的確機型是iPhone 13 那有哪四款就跟我們的iPhone 12幾乎是一樣的 包含了13 mini iPhone 13的正規版 還有13 Pro跟iPhone 13的Pro Max 這四款都值得大家來關心 那麼如果現在大家都很期待的時候 維泰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供應鏈的部分 是不是有些數字相對於來說 大家期待這個利多會出現 供應鏈也開始動了 對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一顆蘋果就台股 在過去曾經有這樣子的 一個市場上面的一個流傳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大家曾經把那個蘋果 這個把它拆解開來 發現其實台灣廠商在裡面的 還真的很多 所以呢在這個財經安平方的 這個網站上面 有特別去做了一個 就是比較 就是說台灣的蘋果供應鏈的 一個股價指數 然後跟這個蘋果 他們公司的一個股價 去做一個對照 然後發現 它在過去的5到10年 可以發現到 其實這個供應鏈的股價指數 一直以來它的表現 都是超越這個蘋果的 相對比本體還要來的強勢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零組件 本來它就是屬於 就是股性會比較活潑 然後呢一般來講 我們在台北股市裡面的零組件 它的這個股本又比較小 所以它在股價在上漲的時候 基本上通常都會有 比較大的一個爆發力 那麼我們看到 在這個蘋果供應鏈股價指數裡面的一些成分股 就像剛剛陳彥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成分股 大家也可以來稍微做個參考 包括像什麼台積電 紅海 和碩 大力光 可城 紅准 日月光 廣達 台郡 真頂 穩茂 跟紅杰科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就是 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一些公司 那所以如果說 投資朋友你真的不知道該選什麼的時候 我建議就是 先從大的指標股開始選 例如說最近看到的是日月光百姓比較強 那麼之前是台積電 那接下來可能一些比較沒有漲到的 例如說像紅海 紅海可能因為最近這個鄭州水災的關係 消息面影響到它的整個的這個股價的一個走勢 不過如果說在之前的訊息是沒有改變的話 就是其實今年蘋果的一個組裝的一個訂單 大部分都還是花落紅海 因為其實越南或者其他的一些印度 因為疫情關係 他們都沒有辦法去達到 就是組裝的一個目標數量 所以其實又把這個這個所謂的就是 訂單又拉回到紅海 所以其實我覺得接下來 下半年第三季開始 我個人會特別關注到 紅海它本身的一個股價表現 是 那所以大家其實可以關注到 大型類股是不是有聯動的這個關聯性 那接下來我們也要來看一下 其實剛剛我們一直在講iPhone13 有哪一些廠商 是值得大家被關注的 如果以這個零組件來說 iPhone12跟iPhone13 是的確有些差異的 比如說我們AP 可以看到這個廠商 台積電是用A15的晶片 那再來呢 鏡頭其實呢 本來是7加6加6 現在是變 7加5加6 變成了7加6加6 那另外呢 在SIP部分目前是4顆 也是比iPhone12多了一顆 另外呢相對來說其他的組裝方面 剛剛維太哥有提到 比較是類似的狀況 比較沒有所謂的變動 那我要請問一下謝教授 謝教授我們都在看iPhone12跟13 那當然網路上有很多的圖片 你是不是有看到一些 其中規格不同的可能 我覺得說新的手機出來 如果你沒有給我一些經驗 就是說哇哇塞 我想要買 其實我根本連換都沒有 我就去買iPhoneX就好了 我後來真的iPhone12出來的時候 我一看這沒什麼 我跑去買iPhoneX 對 就我反而 這其中有幾個 對於手機的擁有者來講 第一個我要 我手機一拿出來 你不會說你這什麼手機 你這iPhone 你這哪一款呢 這就遜了 今天我愛馬四局一拿出來 搭配我愛馬四的領帶 我沒有愛馬四的領帶 要椅子啊 椅子愛馬四局 我搭配我愛馬四的領帶 跟愛馬四的皮帶 這是不是人家會看 然後這邊再勾一個愛馬四包 有沒有 貴婦都是這種動作 這邊拿手機 這邊拿包包 然後這邊拿一杯星巴克這樣 他們動作都標準化 你覺得是不是一看就是話題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顏色很重要 那因為這一次 他又推了一個叫日落金 對不對 比如說薇泰送給他老婆 日落金 代表什麼意思 未來我要跟你去巴厘島看日落 那種太太就感動啊 對不對 他說但是因為我們已經買了日落金了 所以也去不了 但是你就看每天日落的時候 就看著那隻手機有沒有 相同的顏色 對就是想像一下 第一個顏色 你要能夠帶創造話題 這是一個 可是如果這樣不夠 其實我們有手機的人 常常拿一個尿袋 大家都在笑 我都說那個是尿袋 因為你一個外接電池 然後又一條線 這很像尿袋 那他現在做到一個什麼程度 就是說 我今天電池直接黏在 這個就是磁吸的概念 黏在手機 就看不出來了 拿在手上也不會覺得很大的那種壓力 而且還可以互相衝 我電池不夠我手機反衝 對 那我電池夠衝我的手機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 當然至於你說 鏡頭的幾顆排列的方式 我覺得不是主要的考量 但是他現在 在攝影功能上 除了廣角是必要的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他可以做到我連攝影的時候 我都有景深的效果 因為我在攝影的時候 我就可以讓後面的背景稍微模糊 凸顯我這個人 而不是拍照的時候 那我就不用再去做太多的後製 那我覺得這些的功能就會吸引人 那包括你說瀏海 他的那個瀏海 其實我自己有使用蘋果手機 但是我不會太在意那個瀏海 所以我一直不曉得 為什麼大家都要討論瀏海 因為他不整體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凹一個啊 女孩子有個瀏海多可愛啊 對不對 手機有個瀏海 你不覺得蠻可愛的嗎 所以我那個我倒覺得 但是你講Face ID 這個最對我最大的困擾就是 就是你手機拿起來 他又失敗了 又失敗 又失敗 然後你就又要回到傳統 我都搞不清楚 那你搞一個Face ID幹嘛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的改變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覺得Touch ID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我其實很擔心我在睡覺的時候 有人拿我的手就這樣 你說太太嗎 我不知道誰 我不知道誰 我這個不可以 還會有誰 不是不是 我是擔心嘛 擔心嘛 因為萬一被歹徒綁架 對不對 我昏迷 然後他拿我的手這樣子 對不對 有人射陷阱給我 有人射陷阱給我 千萬不要被誤導 對不對 類似這樣 那其實這個 所以為什麼後來 大家喜歡Face ID 可是真的戴口罩的關係 所以他要想辦法啊 對他可能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他要想 其實我記得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戴上口罩以後再拍 還是 可是我發現失敗率非常高 可能是要Focus在瞳孔辨識 因為過去Face ID他是要 掃描你整個全臉的特色 跟這個凹凸的這個光學的變化 但事實上未來可能是Focus在眼睛 我補充最後一點 就是說其實這一次iPhone 13 整體的一個價格來講 因為只要有新的手機一出來 你的規格功能一提升 它的價格都是要升的 但是這一次iPhone mini的價格 可能會落在1萬多塊 這個我還不確定 我是看了一些資料的猜測 那甚至高價的Pro或Max 他也不會大幅度的提高價格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是他這一次的策略 因為我覺得這次iPhone 13 不成功變成人對庫克來講 為什麼我一直講這件事 我被小米超過了 這件事可以跟股東們交代嗎 所以這次的價格策略 我覺得就是一個 要刺激整個iPhone 13 銷售量非常好的開始 而且因為有還有很 潛在的這個果粉要換機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是蠻值得期待的 其實這時候講到 這普及率的問題 我覺得過去大家在追求試占率 可能會中間有一些數字失真 比如說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蘋果的毛利率非常的高 都是四成以上獲利率也很好 但是如果他要打普及率這一戰 應該要怎麼打呢 剛剛希教授講的一個重點是 這個如果iPhone 13的mini出來的話 可能價格會往下走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你頂級的就會往上飆了 如果這一次大家在分析iPhone 13 假設你做的是這個iPhone 13 Pro Max的頂配版 的確會來到6.5萬 6萬5千元什麼概念 過去大家觀眾朋友可能覺得 買一台電腦差不多 比較基本的筆記型電腦 所以未來一支手機 當然它的功能是強化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發現這個市場的分重 越來越明顯 iPhone現在也在走所謂價格的分流策略 希望把過去買比較便宜的手機 比如說這個長輩覺得三星比較便宜 他可能慢慢的把它收回來 那或許是有些年輕人覺得 這個價格太高無法入手 我從比較基本的機型開始買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人覺得說 那如果這樣子都要買機器 那我倒不如買股票好了 是不是有一些指標可以觀察呢 當然啦其實對於投資者來講 我們常常叫說就是從生活當中 去尋找投資的一個標的 像我最近就發現到 電視變得很便宜 4K的話只65吋的大螢幕 才2萬出頭 所以我都預期在今年的聖誕節 我可能自己要去買一個電視 好 那標的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 第一個先從低機器的先選器 包括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像鴻海 這是一個低機器 然後其他的部分來講 例如說像我們看到一些 像剛剛所提到台郡 這些都是屬於很標標準準的 很正統的一種瓶蓋股 可是他卻沒有正式去做一個表現 我覺得其實在標例上 可以從低機器 然後就是市場性 法人認同度比較高的這些個股 來去做個著手 謝教授你是不是有一些口袋名單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對對對 其實 剛才維泰科已經把那個名單 的那個秘訣好像講完了對不對 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口袋名單當然就是說 大家可以去觀察 追蹤看看 其實我們在 因為蘋蓋股說真的很多 但是我在做選擇的時候 我會去著重幾個點 當然我們一定 我不會去管它太過去的事情 我就從現階段來看 那第一個我的要求就是你的營收 你的營收 你在原本你的新的這個題材 還沒進來的時候 你就已經開始在動了 表示你已經是在這台 已經上了這班車了對不對 好更重要的是你的毛利率如何 毛利你看這幾檔 我們畫面上 比如說日月光 奇邦 星星巨頂 還是精彩 它的毛利率都是不錯的 更重要的是我會去做一個 就是最新一季的EPS比較 當然我們畫面上 我提供有特別新號 那是第二季 但是這個沒有妨礙我來做觀察 為什麼 就是我把第一 最新一季 我講最新一季好了 這個EPS你把它乘以4 有沒有大於最近4季 如果有表示我現在的獲利動能 是比過去好的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最新一季乘以4 這幾個目前看起來 都有這樣的一個跡象 當然更重要的是本益比不要太高 為什麼本益比高表示股價已經大幅度的反應我未來可能的利多 什麼叫本益比 就是我的股價去除育我過去這個世紀的這個EPS 我們去計算這個數字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幾個 當然我覺得在特別也很快的 就是我們的節目當然就還是有很重要的一個教育的一個中指在 我們不希望說大家就說看完我們的節目很興奮 然後結果就忘了我們這一個小時講什麼 當然可以看重播 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 在股價的一個選擇上 我這裡特別有用紅筆 我請導播不好意思幫我take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特別請我們製作人去買了這支紅筆 就是為了畫給大家看 對 就是他 因為很明顯就是說 你看像日月光 日月光這個股票 它像土象星座一樣 很穩定 土象星座就是慢熱 穩定慢熱 成熟大氣 但是就是嗨不起來 那你買股票跟去參加Party一樣 嗨不起來你是來幹嘛的 可是最近他嗨了 那土象有一個好處 一旦熟了以後 他比任何人都瘋狂 就是 懂我意思嗎 就他會比任何人都瘋狂 這是事實 所以你看日月光最近很奇怪 盤了很久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你獲利好 下半年前景又好 但是你看最近一瘋狂起來 真的不得了 我就說 那個叫什麼什麼不是人 對不對 一旦什麼也不是人的那個概念 所以法人也開始進場了 而且我覺得買盤很扎實 所以我覺得 也不要小看這個封測的部分 那因為封測帶起來齊邦當然一定會一起被帶動 是 最近也確實股價也突破前面的整理性高 最近上漲的股票 我覺得都一個比較正面的 在我們技術面上就是價漲量增 對 扎扎實實的紅黑棒 對然後又有法人的一個跟進的話 我覺得這種推進我們會覺得比較扎實 那像這個載板的部分 其實也是大家很關注的 ABF載板的部分 你看他也是走一個上升趨勢這樣一路的往上 那這個上升趨勢能夠一路往上 而且我們發現這檔股票不論是 投信也好外資也好 也都願意去認養 這個有人認養就是紅牌 對不對 這個股價才有機會持續的上養 好那可是像 像這一檔也是我在我的口袋名單 可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對你畫一個收斂的圖形 對 就是說他跟日月光這些感覺不太一樣 那我說觀察當然就是說 我們覺得他的基本面各方面是不錯 可是確實他的技術面出現了一個小三角收斂 量也縮了 所以可能變成你要等吧 就是說他考試一直考不好 但是有逐漸收斂 也許有一天 他這個智慧開了 他就突然衝到前幾米也有可能 那其實這一檔是我個人一直在關注的 因為就我們講高階封測來講 他又跟台積電有非常密切 就是他們本身投資的關係 然後供貨的關係 他有 可是很奇怪 他也是股價進入了一個盤整 但是他有個好現象 就是量縮了 所以我們也在想如果基本面 比如說到時候第二季的財報再出來 然後下半年的展望再出來 也許也是有機會 所以我把這些列入我自己的觀察名單當中 我們剛剛從價量的這個數字來分析 那當然這個技術指標的部分 大家過去可以看線型啊 有一些觀察 維泰哥是不是有一些技術線型 裡面有一些訊息告訴大家了 好 那既然剛剛那個陳彥分享了一些標的 那我也提供了一些我個人關注的一些標的 那低檔是跟剛剛的這個陳彥一樣 英雄所見略同 我也是觀察到的是月光 那月光其實我一樣看到就是它的外資的部分 這邊買了很多 那其實豐色族群一般來講 比較沒有被市場上面的投資人去做討論 原因是因為它比較溫和 它沒有像IC設計一樣 這麼容易出現營收創新高 然後爆發性的成長 可是呢它的毛利率跟它的營收的穩定度 都是很夠的 那現在這一波為什麼要特別提示月光 因為其實除了是月光之外 包括像是其他像林申 華泰等等 像剛剛的齊邦 剛剛那個陳彥所的齊邦 我個人認為它是有一點母魚子貴 因為其實齊邦它在先前 在今年上半年 它有投資的華泰 它現在是華泰的大股東 那華泰在這一波漲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可能有一點點就是母魚子貴的一個影響性 這個是月光 那另外一個就是IC相關的 我們說快速傳輸IC的部分是翔碩 翔碩最近呢它的一個股價也是 往上創下了波段性的一個新高 那跟剛剛月光一曲同工之妙的地方 在於說法人尤其在投信的部分 針對翔碩也是出現持續性的一個大買 好像這種個股 那月翔碩這種個股它是屬於高價股 當高價股的股價持續往上做走高的情況之下 勢必就拉開了中價位的一個股票的一個比價空間 那所以我們再看到像另外一個 一樣是屬於IC宅版的南電 南電其實在這一波來講 它其實漲幅並不是像 或者是剛剛新興電來這麼多 不過因為它的整體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產能這個產線比較完整 所以我覺得其實南電的部分 它搞不好有點就是 後來居上的一個機會 是